除了地震之外还会碰到这个最近雨量真的是已经出现了百年新低的警讯了 今年加上了这个梅雨季节还有台风 其实降雨量一直都是偏低 光是在五月份一个月台北跟恒春降雨的情况不超过十毫米 创下了百年来的新低点 这也凸显出了全台水库蓄水量有可能要拉紧报 尤其是在什么水库目前的蓄水量是明显偏低 水利署不排除如果台风雨再不来的话 最坏的打算的十月份恐怕在桃园县市和百新地区 就要考虑采取限水措施来度过接下来会面临到的枯水期